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化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导致他们有些疲惫和挣扎,但是现在篮网还有推路可言吗? 4年前,34岁的老瞻,可是独自带队击溃了这只塔图姆加布朗加霍佛德加斯马特为班底的凯尔特人。 篮网输球后,那时为杜兰特和欧文找借口,欧文和杜兰特都有各自看法。 根据数据统计显示,杜兰特在勇士时,季后赛胜率高达79.2%, 而在篮网和勒廷加起来只有可怜的53.8%。 本以为哈登的出走会让杜兰特和欧文擦出火花,无奈那只是球迷的异想天开。 本场比赛杜兰特和欧文在一次配合中完全会错了意,欧文运球到敌脚给杜兰特,后者以为欧文会切入篮下,谁指欧文一动不动。 随后绿山君抓住失误机会打出反击,而在传丢这一球之后,杜兰特明显十分不满,还马上对欧文有个抱怨的小动作。 相信看了比赛直播的球迷对于这一幕肯定会印象十分深刻了,只能说当初歧视球迷夸欧文最狠,如今胡人球迷骂欧文最狠。 过去两场比赛中,杜兰特在JR下半场没有运动战运球,在G3最后11分钟赢出手。 过去两场比赛杜兰特一共命中实际运动战进球,但却出现11次失误。 更关键的是,杜兰特本场比赛展现出的精神状态就非常诡异。 比赛中,不知道是何种原因,杜兰特根本没有展现出强烈的进攻欲望,总是在传球。 一遇见包夹就选择出球,放弃个人进攻,想帮助队友得分可以理解。 但拦网的战术就是建立在他和欧文的单打能力基础上的。 他的单打不开,拦网的战术就废掉了一半。 而到了真拿球开始攻的时候,又投不进去,反过来防守端也总是防不下来。 看了比赛后,很多人都有一种共识,那就是杜兰特的心态已经出现问题了,甚至是心态已经崩了,所以这样已经提不起来了。 说实话,并不奇怪,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非常关键。 首先是体能问题,杜兰特虽然有卓越的篮球天赋,但是他的体能一直都不算出色。 从上赛季欧文被垫脚倒下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他在队中基本都是既当跌又当骂,动辙打40分钟左右。 既要化身持球大核心,有恶半眼防守大闸,虽然多次打出死神般的表现,但对他身体的消耗也是相当之大。 别忘了,他已经33岁,关键是还受过大伤啊。 终于,面对凯尔特人极具针对和侵略性的防守,他的体能操爆了,其次是心理问题。 杜兰特一直都是个敏感的人,特别在意外界对自己的看法,拼命想活成大众喜欢的模样。 所以他要离开勇士,来到篮网,拉拢各路硬毫,组建了一套班子,想证明自己可以作为球队老大帅队夺冠。 但这个赛季,篮网的故事太过精彩,球队的一地鸡毛本就让不擅长做更衣室领袖的杜兰特心烦意乱。 眼下球队又面临首轮出局,外界关于离开库里,他什么都不是的论调又高起来了,敏感的杜兰特很难不受到影响,心态失衡,赛后多位名嘴发声批评杜兰特,帕金斯。 有人好奇杜兰特这是怎么了?答案很简单,他搞不过凯尔特人,斯基普被了四黑杜兰特都不忘带着詹姆斯。 杜兰特的表现是乐布朗式的,他被对手打到生活不能自理,斯皮尔斯也在感慨。 无法想象如果是詹姆斯这么打,球迷和媒体反应会怎样,也许服务器会爆炸。 还是那句话,当初詹姆斯面对绿军时,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但詹姆斯带队淘汰了绿军,累倒在冬绝颁奖台。 而杜兰特带队0比3落后,这三场比赛,来往都没有等到杜兰特的死神降临。 这三场比赛杜兰特的表现都非常低迷,这样的季后赛表现,在杜兰特的生涯履历中是第一次出现。 本场比赛,杜兰特得到16分,上一次季后赛的单场得分未突破20,还要追溯到2017年。 所以说,杜兰特用同一种方式输掉了三场比赛。 当杜兰特拿出如此耻辱的表现时,来往根本没有任何赢球的可能。 单纯以系列赛的表现而言,年薪只有474万美元的布鲁斯布朗要比杜兰特更加优秀。 这个系列赛,也许会成为杜兰特生涯履历的另外一个污点。 不靠谱先生的呼声从俄克拉和马传到了布鲁克林第四节比赛中,巴克莱忠信响起了MVP的呼声。 只不过主角是塔图姆,连球迷都倒戈了。 杜兰特在球迷心中的位置可想而知,纽约的球迷对球员的批评从来不留情面,他们的咒骂只会比讹成球迷更加狠毒。 如果杜兰特生死战依然保持这种低迷表现,那么他的风评将会完全改变。 杜兰特也面临着晚节不保的局面,对于杜兰特来说,正是他职业生涯的分水里。 本能杜兰特场均上场43分钟,但是他的命重力只有36.5%, 这是一个严重失常的命重力。 杜兰特为什么在本轮系列赛打得如此疲累呢? 一方面是因为凯尔特人队的针对性防守对于他的限制, 而另一方面还是因为纳什在应对凯尔特人防守策略的时候并没有在进攻端做出调整。 你会发现杜兰特在离开勇士队之后他的打法迎来了彻底的改变。 以往在勇士队的时候杜兰特的工作非常轻松,那就是去透那些空位的投篮。 由于有库里和汤普森的牵制, 所以对手在防守的时候宁愿去放杜兰特,也不会放掉水花兄弟, 因为让阿杜丹达可能赢不了比赛,但有机会放水花投篮,那比赛早花了。 所以杜兰特在勇士队获得了非常舒服的投篮机会, 有很多都是空位投篮,只有当比赛打到难分难解或者关键时刻, 杜兰特可能才会持球打。 在勇士队的时候他大部分都是进行无球跑动,或者在低位进行侧应, 这几乎不消耗他太多的体力,而且勇士队是非常讲究无球挡拆弹。 杜兰特在跑位的时候,有很多队友在给他进行掩护, 所以他会打得非常轻松。 而来到篮网队之后每球都是交到杜兰特手中,让他去自己发动进攻单打。 而篮网队的每次传球意图太明显了, 那就是把球交到杜兰特手中让他去终结。 所以杜兰特每球都需要大量的运球,靠自己的单打去完成出手。 想必打过篮球的球迷非常清楚,这种打法是非常累人的。 所以这也造就了杜兰特在比赛当中如此疲累的原因。 不得不说库利才是杜兰特最绝佳的队友。 库利能够给队友提供非常舒服的投篮空间, 而且他的牵制力让每名队友都能够很好的受益。 杜兰特当初离开勇士队可以说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妹妹State Music将杜兰特和勇士四大球星库里, 汤普森,托尔和格林列在了一起,并且调侃。 杜兰特真的选择离开这支球队。 再后那时为杜兰特和欧文找借口, 他们肯定都很累了。 欧文正在进食,杜兰特在一生缺席6到7周后, 又连着5-6个礼拜,没长达40多分钟。 这真的很不容易,我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 此外纳什强调,我想杜兰特在寻找位置更好的队友, 他想要带动全队,他尝试用正确的方式打球。 看到今天的失利,纳什回应, 我们没有打出一场漂亮的比赛。 15,争抢篮板,快攻得分,这些都是重点。 我们全面输给了对手。 而当记者问到下一场比赛篮网该如何面对时, 纳什回应很简单,这关于我们的定位和球队的风格, 我们要竭尽全力,要打得充满自豪感。 欧文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16年总决赛A比3逆转夺冠。 欧文回应,兄弟,我们现在的情况和那个时候不一样。 谈到本场的表现,欧文表示, 我不想用翟月进食作为表现不佳的借口, 我也不想坐在这里说相关话题, 需要我去承担一些责任。 此外欧文也盛赞格里芬, 认为格里芬只是在今天展现了自己能力的冰山一角, 期待看到更多他的表现。 实话是说,欧文总想避开摘月话题, 但是现在因为摘月进食, 已经对他体能产生很大影响。 过去两场比赛,欧文几乎在下半场毫无作为, 他想承担责任,前提是有力气才行。 而杜兰特被问到46分钟只有11次, 出手时回应, 也许我应该多投几次球, 整个系列赛我都想得太多了。 而杜兰特强调了一点, 我不累, 我打球感觉很好, 没有气喘吁吁, 我的身体也没有受伤, 我不会把表现不好归咎到这方面。 看到杜兰特和欧文在赛后都比开外界都看到的问题, 有些不理解, 杜兰特说自己不累, 也没受伤, 那问题在呢? 或许杜兰特此刻才真正明白, 他主动离开了一个历史级别的团队, 同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 金州勇士拯救了他的职业生涯, 否则他的上线只是一个无免之王, 蓝王和绿军G4较量将在26号上午7点进行, 留给蓝王的时间不多了, 看看杜兰特和欧文在第四场能有什么发挥吧。